各位師兄好 又是我Kenny 今天和大家吃一下馬場花生 有沒有騎連訪問 明天十三少偉達總共派九隻馬上陣 其中第一場四班千四這隻威風林林 之前都有很多馬的馬主 一認件衣服就認到 紅白衣服 明天處女登場 偉達初出的自購馬 有輝王森和量化寬藤 勝出率是100% 偉達派新馬出陣 PBG未落帝過 是全勝的 這隻威風林林 賽前試過四貨大閘 近兩貨試泥地千二閘 最近由田泰安接手試過兩貨 都有進步 表現也是不錯 騎姐接受訪問的時候 怎麼說呢 田泰安表示滿意這隻馬的進度 田泰安打咪的時候說 這隻威風林林 試習表現好 曾經在試習中展現過前速又得 後追都有不錯的追勢 跑法靈活而且成熟 這樣吃得沒有 大哥 馬試習的時候幾乎沒有任何跑錯 各位留意這句說話 顯示已經有一定的作戰能力 這樣說 現在在一個合適的出賽時段 田泰安不止畫畫的時候畫到過界 現在連平馬都平到出界 他又說這次的對手 加應精彩 因為前三次都是他半個波士 高東尼 之前三劑都是田泰安去執 那三劑 今次因為高東尼 被了彭國年 法蘭西 Jockey 去騎 田泰安說 加應精彩 今次抽到四檔 十分有利加應精彩的發揮 但他對威風林林的機會 抱有一定的信心 他說因為偉達的自購新馬初出 暫時都沒有落地過 全部都贏了 小弟也有看這隻威風林林的兩課集 一課就搜一下搜一下 一課就在內蘭那裡咬住三四位 接著就放著內蘭 沒斷開到二十二秒多 都揣到上來有點追勢 即是有一點點飆 但是試襲 始終都是試泥地千二 新馬來講 初出就跑千四 看看偉達的功夫 可不可以挑戰 克服到這一個難度 這隻的威風林林 看上頭都不錯 至於投不投注 當然師兄就自己定奪 講開又講 我們的何妍練馬師 認真正直那位何妍 剛剛爆了天賦威力 賽前幾天前 就去試貨集 接著就套過眼罩 爆了一Q一四七出來 爆到整個街都 他還恐風騷地說 他說隻馬可能知道自己評分 再跌下去 就說會退役 所以隻馬自己想贏馬 這樣去回答記者 認真是沒得頂 明天何妍有七隻馬上陣 其中有一隻八卦 唯獨單單這隻八卦 在今早加課快跳 誰走去跳 還是由利勁國親手去跳 備戰就真是積極了 這隻八卦在香港九次上陣 有三次入Q 今季季初跑了四班千二米 在潘頓的Law Pack下 剛剛輸了給電子群星的一個馬位 今天就這樣加貨而出 小弟就很少報何妍加貨 小弟就見到他有這樣的動態 就跟大家報報 因為各位都知道 我對這個列馬斯都認真不太熟悉他 不知道他的心想什麼 他喜歡怎麼跑都可以 只不過是跟大家報報 講開又講 我們的六爺羅富泉 今季季初的成績 認真一般般 但是近期的成績 由低位反彈 近六次的沙田賽事 有五次都有馬贏 你都不要看小 包括贏了這隻 有正本雄心 露露通 神舟福星 更加一隻冷門就是露露通 兩隻都是樂非非道馬道的 正本雄心 神舟福星 星期六 即今次的賽事 羅富泉也有些實力馬 有兩隻剛剛上名的馬 包括七場四班千世的三生好運 上次剛剛贏了那隻爆蘇 爆蘇再出都可以弄到Q 另外第九場三班千世的二戰仰戰 兩隻都是找拉叔去刷騎 跑成怎樣當然要跑過自知 有個數據跟大家講講 羅富泉今季六匹上名 之後再出馬是配雷神 有半數是勝出 六隻裡面有三個勝出 兩個位置 一個第四 未脫過四名 明天這隻三生好運 跟二戰仰戰 擺得拉叔上去應該都不是講玩 三生好運 壓到爆蘇 另外那隻二戰仰戰 投過來香港第一 第二場由報民騎 兩場都被人阻礙 熟悉小弟的老友記 都看過那些片 對上那一次 剛剛跑到入位 因為加了一個面箍 但這次真情來跑到千四 出王牌交給雷神去刷騎 看看會跑成怎樣 至於投不投注 當然是師兄自己定奪 小弟只是速報速報 講開又講 沈習成上次那隻大合試 剛剛就爆了個冷位 但是這次跑回同情 為什麼要 不是 跑千二的時候爆了個冷位 這次為什麼無端端加個頭罩下去 原來沈習成就說 因為原來他覺得這隻馬上一次 似乎是因為放得比較急了 中段留不到 所以搞到拉斯是有點減弱了 為了改善這個問題 大合試就安排這次加個頭罩去操練 順便這次就帶上陣 看看沈習成加這個配備下去 會不會好像大武士這樣去交代 大武士絕之辛辛苦苦 抽回個好少少的檔位 就在直路一千就贏了馬 大合試上次出賽 就因為是說放得急 只可以跑過PACE 就被英知星過了 今次的頭罩 看看是不是沈習成對證下約 至於投不投注 都是師兄自己定奪 講開又講 大家還記不記得 一見習騎師廟禮得的徒弟王俊 這位騎師小弟有時想起 他騎的馬都有點掛著他 又騎得又好分 他因為神科的時候 騎的那隻豪霸走掉之後 受了傷 拋了他落地 最後要進入深切治療部治療 這位26歲的華將 原來已經復操做簡單神科 休了半年式 開始恢復擦騎 今早見到他 重新去操馬 其實他的成績 已經在未受傷之前 香港累積了五十一場頭馬 還差十九輪才畢業 其實王俊為何我會這麼掛著他 我想一下 那時候那隻叫做什麼名字 那隻馬 不記得是否叫做載廠高峰 還是什麼 不記得了 總之又是苗禮得 放在頭上 瘋芒不露 現在記得了 因為現在有隻同主馬 瘋芒快露 應該 那隻瘋芒不露 嘴一聲就爆過懶門 小弟就叫做撿過一下 接著就開始注意這位騎士 這位騎士 又不會太過叫飛 後來也是叫飛 但是覺得他放頭馬都不錯 所以見到他可以復課 希望他早點可以出回來 就繼續有些減榜騎士用一下 最重要是有些分頭 是不是這樣說 那跟大家吃的馬場花生 就到這裏 多謝了 拜拜 明天贏多些